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第680天 先来看有关资讯 由于俄罗斯五天内向乌克兰发射了500枚导弹和无人机 虽然乌克兰拦截了其中的大部分 但没有成功拦截的导弹和无人机 然而给乌克兰造成了严重的人员损失和巨大破坏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 俄罗斯的这些导弹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并不是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而是乌克兰的民用设施 看这组图片 俄人干的好事 对贫民进行导弹袭击 这种天杀的行为 人神共愤的 血色中的童年会给这些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伤害 惊恐女主人和她的猫 美好的生活被纳粹给剥夺了 但值得关注的是 俄人二日发射的十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又被爱国者全部拦截 这种被硬汉亲自开过光 又被大国朴粉 寄予厚望的俄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再次全部被飞 不知硬汉和大国朴粉们感觉如何 虽然俄人现在没有受到惩罚 但其战争罪行清单上又增添了更多的罪行 爱沙尼亚总统阿拉尔卡里斯称 俄罗斯对平民的袭击将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 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利纳马瑟诺瓦 在表示 乌克兰需要额外支持 俄罗斯将承担责任 连续导弹袭击后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正呼吁西方国家做出反应 并采取果断措施 拉脱维亚总统埃德加斯 林克维奇 捷克外交部长杨利帕夫斯基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 脑塞达 斯洛伐克总统 祖扎纳 查普托娃呼吁 为乌克兰尽快提供自卫的手段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谴责俄罗斯 1月2日上午 对乌克兰发动的最新大规模导弹袭击 强调只要乌克兰需要 德国就会与他们站在一起 1月2日 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 玛丽埃格尼 批评俄罗斯再次大规模导弹袭击 斯特莱克奇莫尔曼表示 如果我们不继续与我们的欧洲伙伴一起在更大程度上 支持乌克兰 那么只要需要就支持乌克兰的说法 将只是空话 奇莫尔曼并呼吁尽快向乌克兰 提供金牛座导弹 1月3日 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 希克尔斯基呼吁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导弹袭击负责 而 希克尔斯基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并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 使乌克兰能够摧毁发射场和指挥所 希克尔斯强调 我们应该用普京能理解的语言 回应最近对乌克兰的攻击 泽兰斯基在最新视频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应该为其袭击民用目标的行为付出后果和代价 泽兰斯基并对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 希望德国援助金牛座导弹 以便乌克兰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的连接 当西方援助远程导弹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意味着乌克兰获得新援助的概率大大增加 俄罗斯的战术和战略总是在给自己帮盗马 不断的导弹袭击 只会让乌克兰更加的接近胜利 俄人本想以大规模导弹袭击迫使乌克兰人屈服 但却事与愿违 乌克兰人不仅没有屈服 反而迎来国际正义联盟 对乌克兰更多的支持 下面来看俄乌战场最新消息 这几天俄人只顾着往乌克兰发射导弹了 地面攻击强度有所下降 过去一天俄兵损失680 但俄兵损失总数已经超过了36万 在阿富迪布卡地区 俄军的进攻继续被压制在南北多个区 俄军试图越过铁路线 向斯特波维推进受阻 不得已向斯特波维西北部森林地带 和污水厂两个方向推进 乌军第16旅的无人机 大量袭击俄军步兵 给俄军造成巨大损失 据已经死在东巴斯前线的 中国元俄志愿兵赵锐的战友小强子说 俄人把外国雇佣军完全当作耗材来使用 在战场上 这些训练时间极短的雇佣兵到达前线后 通常会被派出去吸引乌军的火力 然后再由俄兵寻找乌军防线的薄弱部位进行攻击 因此这些雇佣兵伤亡率极高 几乎达到90%以上 可谓九死一生 据小强子说 乌军的火炮和自杀式炸弹无人机特别厉害 在前线他们很难见到乌军士兵 他两次参与前线战事 第一次去了40人 回来8人 第二次去了30人 就他一人服伤后 艰难的爬行一公里 才算减条命回来 其他人全部死了 在获得了20万的抚去金后 他不想再上前线了 他想做卢宇光的助手 只是不知道俄人是否同意 而和他一起去的赵锐 在第二次行动不久 就被乌军的炮弹炸烂了 因为赵锐的军饷还没领到 所以卢记者呼吁给他收尸 结算军饷 并向其父母发放抚恤金 现在这件事解决的怎么样呢 俄相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 此人是私自加入俄军 冒充俄士兵在前线作战的 虽然理论上讲 冒充参军说不通 如果是冒充的 怎么可能得到那些武器装备呢 但俄说你是冒充那就是 既然是冒充的 还发什么军饷和抚恤金呢 而且此人涉嫌盗窃 所以还得赔偿俄方受害者 七百万卢布 念及此人已死 这罚款就贴免了 还不快谢谢大俄宽宏大量 有人认为 这会让某些支持俄的人心喊 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 他们该喊乌拉还会接着喊的 他们不会记得丢失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和死在罗刹屠刀下的鲜民 甚至在海上被老毛子袭击的渔船和受害的渔民 无论被俄如何恶劣对待 都不影响他们继续挺俄 真不知道在这些人的心目中 把俄当成他们的什么人了呢 在赫尔松地区 俄军试图再次袭击克林基 遭遇失败 一辆向俄军运送物资的车辆 在克林基以南被摧毁 在扎布洛地区 乌军在罗伯泰尼方向击退了俄军进攻 在维尔伯威西反击成功 巩固了阵地 乌军使用海马斯两次直接命中 俄军最新型的EK-148反火炮雷达 价值2.5亿美元的新装备 刚刚运顶前线 就被乌军摧毁了 在库布洋斯克克里米纳地区 乌军收复辛吉福卡以北的一些地区 将俄军击退500到1000米 战场上俄人又一下了大量的坦克 和俄兵尸体后撤退回去了 3日 乌军摧毁俄军山毛举防空系统 爆炸场面十分壮观 捷克向乌克兰交付26辆自行火炮 DM2及其弹药 给俄军造成很大的损失 而挪威将派遣两架F-12战斗机 前往丹麦 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另一方面 俄罗斯也不是没人帮忙 据称 俄罗斯的国际军团声势浩大 亚洲 非洲 美洲 都有雇佣兵参与 俄罗斯仍希望更多的人 加入俄军 一些移民和债务人 也被要求上战场 在俄罗斯 卡雷利拉 一名未付水电费债务为169卢布的男子 被要求上战场 而俄罗斯欠下水电费的人高达800万人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了 那么 印汉又是如何解释 他已经进行了600多天闪电战的呢 2024年1月1日 普京现身莫斯科一家医院 与受伤俄兵交流时 提出了对乌克兰战争的神逻辑 普京称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敌人 俄罗斯的敌人 是那些想要在战场上 让俄罗斯战略失败 并摧毁俄罗斯国家地位的人 这些人主要在西方 普京还称俄罗斯愿意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 但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 俄罗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立场 普京一直称乌克兰是亲兄弟 敌人是西方人 可是他却不打西方人 而是通过打自己的亲兄弟 打乌克兰 占乌克兰领土来打击自己的敌人 愿意结束战争 但要按照自己的条件 这就意味着硬汉不会撤军 也不会放弃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与此同时 普京称战场局势对俄罗斯来说 令人满意 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 西方是敌人 不打西方打自己的兄弟 打乌克兰 而且一定要占乌克兰领土 这和西方有什么关系 一边说乌克兰不是敌人 一边还要加大打击力度 这就是普京的神逻辑 这样的逻辑 如何能讲道理 所以波兰外长西克尔斯才说 我们应该用普京能理解的语言 回应他对乌克兰的攻击 什么是普京能理解的语言呢 那就是战场上彻底打败他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我每天虽然发布的视频很多 但只有极个别允许会议 毕竟大雄从一开始就将频道的内容 定向到了战争方面 所以很多视频虽然显示广告 但却是没有广告收益的 马上春节就到了 大雄想让妻子过个踏实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 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矣 其次大雄向各位通报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的TJ交流群已经建立了 已经有小伙伴加入群聊了 大雄将邀请链接放在了社区的帖子中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进群畅聊